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n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來到Port Moody 帶大家來看一個23英帽的大型社區項目 其實Port Moody很少這些大型的項目 這個項目屬於比較罕見 這個項目的名字叫做Port Wood 我首先會和大家看看這個項目的資料 和介紹一下它的地點 然後我們就進去看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就去片看吧 Port Wood是一個大型綜合社區 位於很漂亮的Port Moody市 距離Bercoulam 北本納比 SFU Rocky Point 公園 和高桂林革命中心都很近 整個社區會有23英帽 超過70%的土地都用來做綠化 當中包括有3英帽的公園 5英帽的樹林 Walking Trail 等等 項目會分開5期進行 第一期會是出租單位 第二期這座叫Umbra 會是發售的住宅單位 第三期是出租單位和商鋪 這座地面有超市、咖啡店、商鋪等等 這座地面將會是一間12,000呎的daycare 而兩座中間會有一個公園 第一和第三期將會組成第二期 所以第二期的住客搬進去時 周邊的配套亦都組成好了 第四和第五期便會遲些才推出 Umbra 位於 Cecil Drive 和 Angela Drive 的西北角 在 Umbra 的背面就是 Seville 小學 Umbra 將會有六層樓高 一共有219個單位 最底的兩層會是三房的碩士 Townhouse 三至六樓將會是木結構公園 由一房至兩房加釘的選擇 大樓的外場就是 Hardy Board 而我很欣賞的設計就是所有單位都有獨立的露台 某些單位還有私家天台 屋頂就是採用金屬屋頂 比起一般的立青屋頂更加耐用 示範單位是一個兩房加flex的護形 B1 Plant 室內面則有835呎 單位的大門將會是這樣的 這個間隔很實用 一點浪費空間都沒有 入門口的左手邊有一個並排的洗衣缸衣機位 所有單位都會配置Samsung的洗衣缸衣機 這個設計上面還有一張桌子可以擺放 這個是其中一個洗手間 所有水龍頭都是採用啞黑色的 單位的樓高就是8呎11 如果是6樓頂樓的單位 客廳樓底將會是拱形的天花板 最高的尖位就是13呎半 所有單位都會有VRF的冷暖器系統 這個系統會比較安靜和高效能 這個項目的室內用料亦是很高檔的 廚房就採用意大利的廚櫃 30 吋的Fogel Milano 雪櫃 石櫻櫃櫃面和擋板 廚櫃是做到上頂的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拉出來的調味架 30 吋的Fogel Milano 電池爐頭和焗爐 這個櫃打開還有一個小櫃桶 Illand 有內置的Panasonic 微波爐 還有一些儲物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24吋的Fogel Milano 洗碗機 至於一房的電器全部都會是24吋的 廚房對著還有一個Flex 位置 可以做書房仔 又或者是宅物房 客廳採用落地玻璃托門 這樣可以令室內的採光更好 我覺得露台的用料亦是相當好 露台的長身天花板都用了木紋的Hardy Board 回到屋內 這個就是其中一間房 有自己的布入式衣帽間 這間房還可以容納雙人床和書桌 在客廳的另一邊就是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也是挺大的 可以放到King Size 床和兩個很闊的床頭櫃 穿過兩邊的衣櫃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裏面的層架和櫃桶主要是給大家參考 收樓的時候就沒有這些了 主人房的洗手間有淋浴 手持的花灑頭 還有一個Niche 位置可以放在沐浴用品 圓浮式的洗手盆 鏡的旁邊亦有些架可以放東西 顏色有兩種選擇 分別是淺色和深色 示範單位是用了淺色 而深色系列的主要分別 就是它會用灰色的廚櫃和淺灰色的木地板 這個是不同層架的架單 示範單位B1Plan由809,900起 最便宜的一房是由55,000起 室內面則有557呎 我會把這份架單、層架和售流書 放在我的網站上 大家可以去下載 訂金是15% 分開三次比 每個單位都會送一個車位和一個Locker 我們今天就先看著這麼多 下次見,拜拜!